陈刚法师,吉林省长春世神,1944年出生,现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吉林省政协常委,省市佛协会长,长春般若四方丈。 法师童年时代常去自愿,乐文泛败惊生,十五岁起坚持吃素,劝人放生,孝顺父母,不恋世俗,长思出离,恭敬三宝,备于长情。 1980年,在长春般若寺,以天胎宗大德,数陪长老出家,1981年,到沈阳慈恩寺,受三坛大戒,1982年,在南京七峡山佛学院,学习深造后,回到长春般若寺,任方丈。 法师以纯谈佛法,提倡正信,开佛之鉴的弘化理念,尽全部身心,维护管理道场,坚持道风,生活朴素,不得买车,不收门票,不烧高香,僧人不设高间,不得在寺院以外做法,严格坚持,东禅下作。 法师坚持,以正信佛法,引导学神,放弃心上的贪嗔痴慢,觉悟净化人心,慈悲向善,不纵欲苦求,不互相危害,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吉祥幸福。 在法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岁月洗涤的长春般若寺,现已成为一座,有祖之,有作息,有威仪,老实本分,知足常乐,认真修行,堪能住职三宝,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十方丛林。 法师自1983年,住坚持坚持坚持寺以来,以言传深教,引导后学,深入精脏,严谨修持,学为神师,行为示范,为法忘居。 除恢复道场,安住僧众,由注重于,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并于1992年,创办般若讲堂,常年讲经,常随听法大众,桑百余人。 法师尤为喜欢,以佛学院教学的方式,向大家讲解佛法,以朴实,有力,准确的语言,把毅力深奥的佛经,讲得通俗易懂,并弃力气机地,以礼入行入为准则,以大乘十相之礼为导向,最终,以道归净土为宗旨。 二十多年来,不错讲经,即随机开示,从神天法的三规五界,佛论家庭之道,乃至道大乘了意的《心经》、《大乘起信论》、《棱严经》、直至《岛归净土》的《善导大师净土思想》等,数以达二十册之多。 法师在开解一心之法、十相之理,以及降伏其心的方便办法上,有其独到之处。 法师的清心力作有,般若法语、大乘了心法、大乘旧心法、大乘安心法、大乘了心法语集要、无上正修行入等,用以开发信众心智。 所有书籍已复印出版,其讲法音响资料,将陆续整理流通,并登陆网站。 今届有限书刊、音响制品及网络空间,传播佛法无量毅力,实为圣性。 登出点滴,滋邹正眼,一响有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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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友调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友情都能够解决生死大事,成佛大事。 最后我祝愿,法界众生,必敬得作佛。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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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从今天开始呢 给大家讲痛恋 死无常 因为呢 从无始节来啊 生生世世 我们就轮回六道生死 直到现在目前 我们这种乐性循环呢 也没止息 我们要想解决生死大事 首先呢 我们得把生死 研究明白 就是说 我们生从何来 死向何去 得明了不悟 然后呢 我们才方向明 路子不错 我们才有办法 有道路 有能力 解决我们的生死大事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呢 给大家讲痛恋 死无常 讲痛恋 死无常的 我们的宗族 我们的宗旨 愿望目的 就是痛恋 就是痛恋死无常 因为我们痛恋 死无常了 我们才能了达呀 我们世间这一切事物 毕竟不可得 我们对世间 这一切事物的 一种贪欲之火 才能清冷下来 我们对于这个 三界六道啊 才能深深厌理 就像出离牢狱那样 迫切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 步入修学佛法的 正修行路 我们才能难住在 正法修行之中 我们才有能力 有办法 有道路 解决我们的生死大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这么身心啊 世界啊 善恶呀 苦乐呀 成败呀 生死啊 对于我们众生来说呢 也是难解难分 我们离不开世界的沉缘 我们的心被世间事物所占据 我们修学佛法呀 就运作不起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生死大事了 所以我们讲痛恋死无常的 我们一想到死 我们就感到世间可怕 一切不可得了 我们就不去贪住了 我们这个安育之火呀 才能清冷下来 我们才乐意呀 去修学佛法 就是为了这个宗旨愿望目的 给大家呢 讲痛恋死无常 我们要知道生死的过患 知苦济离 我们说出离之法 所以给大家说痛恋死无常 念死啊 我们念死无常思想心 这是佛在经里教会我们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热闹场中 生死轮回的热闹场中啊 容易忘记来路 所以让我们念死啊 我们的心啊 它能溯源下来 要不我们的心呢 总发狂 都不能溯源 从现在开始给大家说啊 痛恋死无常 我们这篇痛恋死无常啊 是我们从入福的行论 因为前两年嘛 给大家讲了二年 第七品 精进品 里面呢 选择出来的 这一品 便于读诵 以前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 那么这一品 那么这次想法呢 我们还重新 再讲一次 温故之心 另外咱们在座的呢 还有很多心信佛的佛门弟子 所以我们给大家呢 讲痛恋死无常 那么要从大乘 了意 真实意义上说 生死虚往 本无生死 就是生死啊 无所从来 以无所去 当下的道场 当下的难乐 当下泄脱 但是这对于我们凡夫 夜神习宗的凡夫来说 还没有这个力量和作用 所以呢 我们还得通过痛恋死无常 来激发我们修学佛法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讲痛恋死无常 我们在讲证文之前呢 为了使大家呢 更好的开解 我们先说一个演言 演演 人道呢 大家呢 能够更好的开解 痛恋死无常的 因缘毅力 现在 我们 先给大家 说演言 经允 因缘 和和 虚往相声 因缘 别离 虚往明灭 此因 即过去是 所做的善业 那业 和不善不那业 它有一种力量 与人 与人 与人临命宗实 千人 受报之主 阿赖也实 进入中云 与中云 有同源相细 共业相迁 发现 发现父母 和和的境界 以一念 贪爱之心 揽父母的遗体 而成出胎 将四七六根建成 十月出胎 是 虚往 有生 与此 与此一期生命 通过 受 生 老 病死 天灾 人祸 种种 胀难 种种 问题的 逼迫 之苦 来筹还 许在 再筹完了 夜完结了 则四大坏散 一起生命结束 是 两手空空来 两手空空去 是 虚受 助辛苦 徒劳 往还 一无所怀 正如大德所谓 生从 无生来 死向 无生去 是 生死 虚往 本无生死 有何 计较 这段文字啊 是 引言 引导之言 就是要我们 大家呢 来 认识 生死 生从 何来 死向 何去 我们这个 生死啊 是怎么 来的 一期生命结束了 四大 幻散了 我们 向 何处 去 那么 生死呢 本来虚往 生死 虚往 本无 生死 就像 般若 波罗密 多心经 说的 那样 事故 空中 无伞 无受 想 行尸 就是 五音 无眼耳 鼻舌 深意 无色 声 香味 出发 无眼界 乃至 无意识界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一心真如 之宗 真空 实相 之宗 我们的 本来 佛上 无就是 不有 不有 就是 空意 无呢 在受 想 行尸 就值得 我们现前 这个 五音 身心 说的 无眼耳 鼻舌 深意 就是指我们 散身 六根 说的 无色 声 香味 出发 就指的 以报 世界 说的 无眼界 乃至 无意识界 指的 六根 对六成 产生 我们的 六十 网 心 说的 总指 内知 身心 外知 世界 三界六道 这一切 生死 法 说的 这一切 生死 法 虚枉 本来 不有 那么 从这个 意义上 来说 我们还有 什么 计较呢 就什么 说了 都没有了 但是 为什么 佛还让我们 众生 念死呢 还要痛 念死 无常呢 那么 下边呢 我们就要说 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众生啊 贪嗔 持地 生死 习气 恶惜 嗜好 熏悉的 非常厚重 击重 难反 他有一种 习惯 势力 驱使 破令我们 以真 其枉 启助 妄想 而流出的 无边的 生死 罪业 痛苦 直到 现在 目前 我们这种 乐性 循环 也没 遮止 就像 有人问 文书 菩萨 说 明知 生死 不可得 为什么 还随 生死 流量 文书 菩萨 告诉他 七力未充 就是说 你的残定 智慧之力 还没圆满 充足 没有能力 阻挡 无边的 生死 暴流 所 阴养成的 灾害 所以 佛呢 让我们 念死 无常 我们这一 念死 无常啊 我们就 了达 世间 这一切 不可得了 我们就能 深深 艳离了 我们的 胎欲之火 就能 清冷下来 我们就 乐于 修学 佛法了 我们现在 给大家 说这个 引言呢 就说 这个道理的 大家呢 在这里 可以开解 生死 虚亡 本来是 不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 我们没什么 计较的 但是我们 为什么还要 痛恋 死 无常 就是因为 在我们 众生的 迷情分上 我们没有 能力 给自己 排断 解分 通过修 通恋 死 无常 这个方便 办法 使我们 厌 生死 苦 乐 求 烈 烈 因为 众生的 这个 贪嗔 磁性 非常厚重 习惯于 发狂 狂妄 我们这个心呢 就像 毒蛇 怨贼 乐兽一样 就像 找起来的 大火 难以治愈 但是我们 痛恋 死 无常 法力 不可思议 心力 不可思议 我们就有能力 降伏 治愈 我们这个 狂妄 之心 使他 歇息 下来 我们才能够 拦住在 正法的 修行之中 所以我们 痛恋 死无常 要达到 这么样的 一个 宗旨 愿望 目的 所以这段文字 就是说呢 我们生死 虚妄 本无 生死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没什么 计较的了 有何 计较呢 但是我们 为什么还要 痛恋 死无常 在这段文字 下面呢 我们还要 给大家说 明白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 发起我们的 正修行 这个文字啊 下堂再给大家说 这堂呢 就说到这里 阿弥陀佛 下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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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